我要正式宣布 我马来西亚现在有的小折叠 一共有4款了 华为、Samsung、OPPO 还有这个刚刚加入战局的 Vivo X3 我特地选了一个紫色来拍啦 奶奶的紫 但是我Vivo X3上面会有交叉的邻格纹 摸上去防滑也比较好认啊 我自己是喜欢这个纹路的 这台小折叠最特别点 就是它这一搞大大的screen是真的大 目前马来西亚最大的外屏小折叠就是它 而且它是横向长方形 当然啦 你要哦 其实它是可以速着用的 那转一下就可以了 我拿了这台姐姐三个礼拜了 最大感受就是 大外屏真的说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普通的手机这样子 它的Apps是可以移来移去的 而且它用的系统是Origin OS 3 可以用到功能就更多了啦 我自己最常用的功能 比如说一快速回复message 比如说我刷到VChat 我点开我直接可以语音回复 不然哦 你就可以打开全键盘Type也是可以 而且竟然还可以刷朋友圈 点赞啊 comment啊 等等都可以 排队后等车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在screen上面玩一些小游戏 你看啊 是真的 直接在外屏玩不用打开了 可以直接在外屏刷小红书 收到呀 虽然呢 一次只能看一个post 然后上滑去下个post 要看照片就往右滑这样子啦 但是这个体验感是很好 起码我不用打开手机才可以做到这个动作 那如果你要看更多内容 你打开那屏 也可以把刚才在外屏看到一般的post 继续看下去的 右下角这边有一个logo 你只要往上推啊 就可以直接开始拍照了 那因为镜头是向着我的嘛 所以一来就是自拍啦 右上角有一个关眼睛的logo啦 按一下整个画面干净去了 它就是帮你把那些有的没的功能拿掉 看起来界面就会整齐一点 那两个手指缩小的话 就会变成wide angle 旁边可以调节美颜啊 滤镜啊其他setting等等 滑去旁边呢就可以换去video 拍完了也是可以直接在外屏看gallery 或者是delete都可以 有没有发现我做完这一整套动作 都是没有打开内屏的 单单是这个哦 就已经是体验感满分了 第五 化妆镜功能 它明明就只是一个camera 但是偏偏要套上化妆镜的这个名称 它的目的呢只是给你照镜子啊 或者是拍照啊 或者是补妆用的 点亮下就可以这么大两倍啦 那出门要补妆啊 检查妆容还是很方便的 而且它清晰度啊是不输镜子啊 你看我的睫毛 暗光下咧还可以开补光灯 最imba的是哦 你打开那一瓶 凹一半 它真的给我做一个化妆盒子出来啊 粉底修容眉毛眼妆塞用口 一个button直接上脸 眉妆程度绝 用它来拍照 感觉真的戏变良好的哦 第六 卧baper 其实wework x-ray里面 它有准备了很多卧baper是给你选的 比如说有动物的 是Cube哦 那出来的效果咧 它是比较3D毛茸茸的感觉的动物 等一下咧会有不同的形态啦 然后你也可以自己换色啊 换字体啊 换粗细等等 换了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啦 其余咧还有classic款的 或者是效率型的wallpaper 你都可以自定义啦 然后你选几个喜欢的 你收藏起来 下次你看力了哦 长按就可以换一个新的wallpaper啦 第七 魔镜app 这个功能我愿称它为 史上最伟大发明 因为通常小折的哦 给你的apps放在外屏上面的 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 但是哦 有了魔镜app之后哦 它可以把一些还没有适配的app 放进去让你在外屏用 蛤 你吓到啊 真的啊 你吓到是不是 吓到哦 所以什么app都可以放进这个魔镜啊 你也吓到哦 一些app 而且就是不能放网者 我们要热记啦 不能 他全部都放不到 比如抖音你看啊 我透过魔镜app打开 它会自动变成直屏 是麻烦要转一下啦 但是使用体验哦 跟普通手机是一样的 直接刷直接来 反正你要的app 你就在setting里面加 然后就会同步出现在外屏了啦 至于其他折叠啊 展开的使用前 我是觉得跟其他的这种折叠屏 是不相上下啦 比如说打电话啊 看天气啊 热力啊 计时器 闹钟 录音等等 都可以直接在外屏做到完 老实讲 我觉得weword x3 作为weword第一款小折叠哦 它们是真的有在认真的 尤其是这一口 外屏上面这一个部分 你看它把它做到这样大啦 做大哦 不是为了做爽罢罢了 它是真的要有功能的 它就真的做到又大又有功能 它的app适配度很高 让我在这一口三寸的小screen里面 可以体验到一个比较好的感受 甚至说我不用特地去学一套 配合外屏的一个操作逻辑 就可以很轻易的上手到了 当然啦 更深入的测评或者优缺点 要等我用更久之后 我才可以跟你们分享啦 反正哦 身为一个女孩子 这一台小折叠哦 它可以满足到我 甚至说是绰绰有余的 有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去到weword店去试玩看看啦 它的马来西亚价钱是 3999块根本 也许其他小折叠的价钱是一样的 所以你们就用一样的价钱 好好考虑一下 你们到底要选哪一个啦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